各位议友,前面我教学过如何用这样的积木天杆与地质对应找出空网 但是在实际运用当中,我们不可能这样子把教学器具带上来找空网 这是不切实际的 所以有网友他私信我说 你这样教只能是在课堂上 在实际运用当中没办法 那么今天我就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很快的空网口诀 来辅助我们快速找出空网 那么这个空网口诀也是充分的利用我们手指 也就是身体结构来进行操作 一定要记住 十二个地质是居而不动的,也就是固定的位置 从这里开始 子丑,阴,某,成,四,五,为,生,有,虚,亥 这是十二个地质 那么空网就是天杆与地质对应当中 没有在这十个天杆当中没有轮到的这两个就是空网 根据这个规律就总结出来 怎么来运用呢 首先来讲 甲乙退二 为什么甲乙绑在一起呢 是因为甲乙是一对双胞胎 他们俩的空网 就是甲乙形成的天杆与地质 他们俩的空网是一样的 所以他俩绑在一起 秉丁和庚星分别也是另外的两组 先来讲甲乙退二 你看例如是甲乙和乙丑 这两组甘之 甲乙退二是什么意思呢 甲我们先管它落在子这里边 甲乙甲这里开始甲子乙丑 那么退二是什么意思呢 退二就是逆势针嘛 那么甲退二是在这里 乙退二是在这里 所以甲子乙丑的空网 就是虚与害退二 那么人鬼尽双 例如人生鬼友 人生鬼友 人鬼在这里边 尽双是什么意思呢 人尽双在这里 鬼尽双在这里 所以人生鬼友 所以人生鬼友这两组甘之 他的空玩就是虚与害 所以这就是退二与禁双 秉丁反计 这个计就是三的意思 秉丁反计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先我们丙落在隐的位置 反计 就是往后推嘛 往后 退三格 丙 丙隐在这里 反计 反到这里 然后呢 因为这个害与虚是一样的 所以丙和丁毛的就是虚与害空网 然后更新前四 例如 根武 心味 落在这里 武在这里 根 心 情四 我们数 一二三四 所以 根武的空网 就是从这里开始 虚与害 物己是对冲 那么 我们管 物 乘与己四 物 落在这里 乞落在这里 物己是对冲 对冲 就是地质对冲嘛 那么物 乘 这个乘 它是与这里虚对冲的 乘虚相冲 所以 物己 它的 物乘己四 它的空网 就是虚与害 因为害与这里 四 是对冲的 所以物乘 与己四 就是虚与害的空网 这个就是 甲乙退二 人鬼尽双 秉丁反击 更新前四 物己是对冲 这个口诀的运用 大家可以在手掌上 左手右手都可以 大家可以这样不断的去练习 就可以很快地把空网找出来 当别人还在 查书 查资料的时候 你 这个手上不知觉的 这一轮 空网就出来了 那还是比较 有成就感的 好 今天内容到这里 有什么好的建议 和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谁 请不吝点赞 谁 请不吝点赞 谁